所以这个顺序不好 应该是一看帮助 看帮助 第二更深入的分析 我们就看原码 好 那么所以我们下面就来先看帮助 然后再来看原码 那么看帮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要由大往小来看呢 所以我首先要看他这个有哪些分类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来看到啊 这个GCC 那么这是他的一些操作的一些格式 这些无庸置疑 他放出来的就是他常规的一些参数 对不对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他的一些分类了 大家可以看从这里开始看 从这个蓝色开始看 就是类别 就是overall options 就是通用的 通用的这样一个设置 或者叫参数 然后第二项就是C元 C元的设置 C++语言的设置 参数 object seed 大家 大家就多注意去看这些啊 注意去看 object seed 有关的 有关键的 与语言无关的 还有警告的参数 还有调试参数 优化参数 预处理参数 汇编参数 连接参数 目录参数 目标参数等等等等 还有这个是与机器有关的参数 看到没有 如果是编ARM相关的 就用这些参数 这些我们后面会讲到 什么交叉编译什么的 我们就会讲到 看这都是不同的平台 都是不同的平台 你看德州仪器的Maps 对吧 还有就是PowerPC的 对不对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嵌入室 好 就通过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简单的来进行一个总结 所以呢 我把它总结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有很多朋友就会说 Sundir GCC 我一直都找不到书 怎么办呢 其实我也 我研究GCC也从来没有 没有说去找一本书 好像市面上也没有专门讲GCC编译器的书 可能 可能国外有讲GCC编译器的这样一个开发原理的这样一些书 但是国内肯定是没有GCC相关的一些专门的用书的 所以大家就要学会自己去分析 那么根据刚才的帮助 我就把它的总结成为了这样几个类别 包括通用参数 C语言参数 C++参数 OBJC参数 语言无关的参数 警告参数 调试参数 优化参数 还有编译过程的参数 编译过程就包括预处理参数 汇变参数 以及我们的链接参数 还有就是与机器依赖相关的这样一些参数 比方ARM平台编译的时候 我们在进行交叉编译的时候 一些参数 你看大家看这些类别 当然不用死进被了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 是不是慢慢的就可以 从外往内的抽丝剥茧的去分析GCC 它到底有哪些类别的作用 对不对 其实通过对这些参数了解 我们也就知道 GCC它的作用是大概是针对哪些方面 对不对 好 刚才是通过help来看了一下 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圆码 那么这个圆码到GCC官网 这个也就不说了 大家都找得到 而且它是GNU的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到GNU官网 去找到它这个项目 对吧 那么我在这里已经给它下下来了 把圆码下下来了 后面我们在编译GCC的时候 也会用到 大家可以看 GCC4.7.1这样一个版本 那么我给它解压了 4.7.1 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 这里面就是一些圆码 大家可以看 这不都是GCC的圆码吗 好 那么公寓上期是必先利息器 我们要用圆码分析 我们是不是要用我们的Source Insight 好Source Insight 我已经把它给加进来了 哦 文件 文件夹地址变了 这样吧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重新加入也行 好 我们在这里把它重新加入一下 那 我把这个圆码 我已经下到Windows下面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这个课程跟工具相关的一些圆码 都下到这个文件夹下面 但是由于这些圆码都比较大 所以我没有直接上传到我们的Google Code上面 到时候可以找一个地方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可以把它进行一个解压缩 那这个解压缩过程中还有点慢 80多兆解压的过程比较慢 我就不演示了 事实上 我在有一个地方已经给它解压缩了 这个地方 而且我之前加过 之前加过 好 我们把它的这个地址给它改一下 不确定中文能不能行 我还没用过sourcing side下面带中文目录 再试一下 好像不行 先让我们重新建一个 重新建一个项目 然后找到它的路径 这路径是在 点OK 然后我们把下面的这些代码 我们刚开始不清楚吗 我们就全部给它加进来 这个是地址 把它下面的子目录也加进来 OK 好 关闭 大家看是不是这些原代码就有了 那我们当然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找 找什么呢 找gcc 或者找找main 对不对 肯定找找跟main相关的了 对不对 好 或者找gcc相关的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在这里就追踪到了 追踪到了这样一个原代码 并且追踪到了一个它的主函数 man这样一个主函数 那么后面怎么做呢 我们就先不急 后面怎么做 我们先 先不着急 而且事实上 这个 这些代码 我们后面还要再逐渐的去分析 逐渐的去 意思的去分析 那么 大家有的时候在做这个 sourcing size的时候 说个小技巧 因为我们 比方说我要追踪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是不是按着control 然后左键点一下就可以了 但它有的时候会告诉你 这个符号没有同步 没有找到相关的这样一个符号 是因为它没有把这些函数 全部都同步到它的一张索音表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调用一下 这里有一个同步文件 项目里面有个同步文件 把这个点上 就是force 强迫所有的 所有的文件都同步一下 就是相当于就是把里面的函数 都建一个函数所以 但这个过程会比较慢 但是这样的过程结束了之后 那就恭喜你了 然后你点每个函数都可以直接跳转 那么关于这块的分析 我们会在后面再跟大家分析 那现在我们先不做过多的这样一个经历 因为后面我们还要编GCC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GCC的使用 我们先把基本的使用学会 那么既然这些参数我们都大概知道了 但是这些参数有那么多 是不是我们刚刚翻页 翻了那么多页都还没有翻完 那我们需要掌握它们吗 不需要全部掌握 我们只需要去掌握一些常用的一些参数 哪些是常用的参数呢 我把它列在这儿了 大家一看这个是不是很很眼熟啊 是不是很眼熟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这一块的内容啊 就这块内容 事实上我们的这个man它有一个小特性 也算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约定吧 就是常常就把最常用的都会放在这个区域 所以都会放在这个区域 那么这些最常用的 比方说我想知道杠S杠E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杠S杠E是什么意思 那么大家会自己去查吧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自己很方便的把它查询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你看比方就拿杠E来说 是不是就我们就看到了什么 在我们的预处理之后停止 那也就是说 它只是去执行一下预处理的这个过程 只是去执行一下预处理的这个过程 还有我们刚刚一开始做helloware的 我们就就用了的杠O是不是 这输出文件 也就是输出我们的目标文件啊 当这个O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这个O是什么 应该是output的意思 对不对 是output的意思 好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就只知道 我们就需要掌握他们就行了 那么我呢把它又分了一下类 我们来学习一下 大概分为了这样几类 包括了编译过程的一些参数 还有跟库相关的动态链接库 静态链接库相关的一些选项 还有警告相关的一些选项 以及优化相关的一些选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跟编译过程相关的一些参数 那么我们刚刚说了编译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干嘛呢 第一步是我们的预处理 对不对 pre-process 我就不完全写完了 第二步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compile 就是正儿八经的编译 把原代码编译成我们的汇编 第三步 就是我们的汇编 assembly 第四步 就是我们的链接link 那么这四步我们刚刚也还说了 那他到他是变成有点C变成点I 那他到他是有点I变成点S 那他到他是有点S到点O 然后他到他 最后一步链接的时候 是由点O到可执行文件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由他到他再到他到他 他到他我们来做一个链啊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演练啊 来做一个学习啊 我们把这个编译过程拆解 有的朋友就会好奇了 说Sony 你既然说他中间会产生这么多的文件 为什么我们刚刚编译完 最后只有一个可执行文件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是你设计这个编译器 你会不会有一个临时文件 或者叫缓存的这样一些概念 对不对 你肯定也会去建立这些文件 但是你会作为一个临时文件 真正最后完了 完成了之后 你会不会把那些临时文件删掉 只保留最终的 对不对 就这样一个意思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几个 点C 是只编译不链接 生成目标文件 点O 也就是生成点O的过程 我们用点C 这个也就是说compile 这样这个也就compile 这样一个参数 对吧 点S 是只编译不汇编 它生成汇编代码 那这个注意 大家注意啊 这个地方是大S 那这个 这个S是不是就我们Assembler的这样一个缩写 你一看S你就知道是汇编嘛 而且特别好记得是什么呢 因为它编完了就汇编代码 本身扩展名就叫S 所以你很容易理解 OK 我这里参数用S 杠一 刚刚我们才看了 只欲编译 只欲编译 杠机 是包含调试信息的编译 这个G就是GDB的意思 就是我们后面要用到GDB来进行调试 你必须要用杠机来做一个编译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Eclipse或者DNet里面 我们那些ID工具 我们在编译的时候 是不是在上面都会有个选项 到底你是选择debug编译 还是release编译 是不是 差别吗 其实就是这个差别嘛 对不对 它下面用的可能就是GCC 那到时候 它调用后面命令的一个差别 可能也就在于此 -o就是output输出文件 还有-i-dir 这个是个大写的i 是个大写的i 就是搜索 指定一个搜索的同一件路径 指定一个搜索的同一件路径 这个我们一块来进行一个演示吧 我们按照顺序来 我们先给把我们的 我们把这样子 我把这个删掉 Hello 先把它删掉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Hello Sandy给它删掉 只留一个这个原代码文件 好 HelloSandy.c这个原代码文件 我们刚刚自己已经建立了 下面大家想象一下 我要把它编成什么呀 我要把它编成一个 预处理文件 那么我们怎么来做呢 我们用GCC 预处理是用谁呀 是不是有大写的E 大写的E 大家可以这样子去记忆 就是PRE 就预处理 PREW PRE PRE PROCESS 那么PRE 它的最后一个 是不是就是一个E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E来进行 一看到E就想到是PRE 就是我们的预处理 好 那么编译谁呢 编译HelloSandy.c 给它指定一个输出 HelloSandy.i 对不对 我们给它编成预处理 就这样一个文件 我们看看是否编出来了 编出来了 编出来了过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 长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刚刚一个很简单的printf 这样的一个C语言文件 就编成这个样子 你看 编成这样 它也是C语言 只不过我们当时是不是用了一个投文件 然后他把那个投文件层层给它展开 就变成这么大了 变成这么大了 然后最后掉的才是我们的这样一句 实际上我们的程序本来只有这么小一句 但是他把每一个文件 大家可以看怎么去看 906就是指的这个投文件 下面的哪一块 它给它展开展进来了 808又是哪一个 817又是哪一个 就是每个文件下面的哪些 这个是一层一层关联下去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i这样一个文件 我们来看看它有多大 hello sony.c是75个字节 然后这个是17 你看多少倍了 对不对 太大了 太大了 好 那么这块我们会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把这个.i给它编成一个.s 你这个.s 我刚刚才给大家去讲了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用一个大写的s 你就记住了 是给它编成汇编 编成汇编 那么就是hello sony.i 给它指定一个输出 .s这样一个文件 好 这个文件也有了 我们顺便看一下大小吧 好 这个看似不是很大 对不对 就300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 好 有的朋友就说 sony 我怎么看不明白了呢 因为这是汇编 汇编原文件 大家熟悉汇编的 这块就看了明白 不熟悉的呢 那就等等 我们在后面会讲 M汇编 当然这个并不是M汇编 好 这个我们就知道 我们已经把真正的 c元的原代码 给它编成了汇编 那么再下来 我们就要把汇编 给它汇编成什么 汇编成二印制的目标文件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同样的 gcc 那怎么 变成目标文件呢 用compile 对不对 compile 给它编译 2.s 3.0 这样一个目标文件 指定一下输出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o就出来了 那我们同样打开 它看一下呢 大家看 这个 这个一看 我们是不是就知道 这已经是个二进制文件 对不对 我们已经不能像文本一样 来解读它了 已经是一个二进制文件 我们也可以通过file 你看他会说的很清楚 其实是32位的 是32位的这样一个 可重新定位的 这样一个可执行文件 然后 不是可执行文件 二进制文件 然后是基于英特尔80386 这样一个架构的 好 那么最后 我们再把它 完完整整的给它链接 最后我们再把它 完完整整的链接 我们这个链接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就直接用就行了 rloesundi.o 这个程序就完成了 我们就输入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今天就有点 Wasser 是啊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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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